現在這個題型就是給圖形 也是問方程式 但是它從圖裡面來看出方程式要長成什麼樣子 它說有一個甲元素跟乙元素變成一個物質柄 然後呢就是畫圖給你這樣看 請問你它長成像誰啊 那麼甲是雙原子分子 乙也是雙原子分子 但是甲是一個乙是三個 然後變成了一個柄 柄有兩個 所以就這樣來判斷它應該是誰 OK 甲就是應該S2 雙原子分子 乙是Y2 雙原子有三個 3Y 那乙就應該是 頂就應該是XY3 XY3 所以呢我們就要選C 我們就要選C 就是看圖 然後知道它的方程式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這是另外一種題型跟考法 OK 如果長這樣呢 如果圖是這個圖呢 它應該是誰呢 它應該長成哪個樣子呢 這個綠色球是雙原子分子 有一點點桃紅色球也是雙原子分子 然後產生兩種兩個東西 兩個分子 然後呢是一個桃紅加兩個綠的 所以它應該寫成哪一種 它應該寫成哪一種 可愛大美女 可愛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 12號 蛤? A A 你寫H2寫N2都有可能對 但不會是H2O2 而且豬的只有左邊只有一個東西 它有兩個東西 所以不可能會對 所以H2N2都有可能對 然後呢 另外就要寫的是O2 所以不會是3H2O 所以呢 C就不會對 可是B有錯哪裡呢 錯那個N2要兩個啊 它是兩個雙原子分子 它只有寫一個N2也是不會對的 所以只有H對的 然後兩個氫分子 加一個氧分子 會變成兩個水分子 所以我就知道 看圖就知道方程式應該是A 啊 同理 這樣子應該是誰呢 這樣子又應該是誰呢 也一樣 想法都跟剛才相同 而且你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第一格的紅色應該叫元素 第二格的那個藍跟中應該叫做化合物 第三格的那兩個藍色也是元素 然後第四格的紅跟中也是化合物 所以是元素加化合物變成元素加化合物 應該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應該誰是對的 然後我們請可愛大帥哥 帥哥 帥哥是誰啊 帥哥有嗎 有帥哥叫做33號 33 你告訴我什麼 2B B嗎 請坐下 你答案選的叫做B 基本上 基本上呢 基本上 像那個豬就不可能會對嘛 它是化合物是一欄加兩中 不會是CH4啊 是不會對的嘛 所以C也不會對啊 一欄加兩中也不會是COO啊 也不會是對的嘛 你讓那個A有可能的啊 H2O這有可能嘛 這有可能 可是如果你H2O的話 表示那個棕色的是氫啊 氫化會 它做不是H2啊 最右邊那個不是H2它是化合物啊 所以不會對嘛 所以你就曉得應該是B 就這樣子對照一下你就知道答案了 就是另外一種考法 我畫圖給你 問你方程式長成什麼樣子 應該就是很簡單 看看圖對照一下 該元素的是元素 該化合物是化合物 該幾個的就是幾個 好幾個就幾個 你就能夠知道答案是多少 這就是我們給各位做的練習